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ow are you guys doing? 我是素哥 那今天呢 我们要来讲AI伺服器 那应该很多人蛮好奇最近蛮火红的AI伺服器 跟一般的伺服器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还有就是NVIDIA 挥达的股价最近这么高 到底这一切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那我们今天会为大家赶快来讲解这样的内容 那我们话不多说 赶快开始吧 首先 我们先讲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人工智慧 那这是一个蛮久以前就在发展的一个学问技术 不过呢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一个决定性的技术可以广泛的运用在日常生活中 不过呢 最近流行的深度学习 以及呢 ChatGPD 它能够协助你分析回答一些问题 甚至你还可以输入一些语句字词 它可以帮你做AI绘图的这个Mid Journey 甚至还有一些更进步的像 AI 资料库云端 可以帮你自动的归纳与分析 尽管现在还不是那么成熟 常常会有很多很多的错误 不过呢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AI 蓬勃发展的这个时机呢 它有很多需要这种基础的关键设施 去支持 AI 的这样的运用 好 那也就是今天主题很重要的 AI 伺服器 那我们就为了大家讲说 AI 伺服器跟一般的伺服器 有什么样的不同 其实呢 一般的伺服器 就可以透过 CPU 做这个 AI 计算 只不过它的能耗比较高 可能它需要更多的 CPU 也就是更高的成本 才能达到跟 GPU 一样的 AI 运算能力 也就是说 现在 只要一般的伺服器插上很多张的 GPU 加速杆 就成了现在大家常说的 AI 伺服器了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说 CPU 与 GPU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其实最主要是 GPU 的组成方式 跟它的运算方式 那 GPU 呢 它是由非常多的计算单元所构成的 那它擅长是平行运算 比较适合就是深度学习 但是像 CPU 呢 它主要是由搏辑控制单元 以及 Cache 快取为主 相对于 GPU 就没有那么多的计算单元 它擅长的是循序运算 那像是一般的 AI 的演算法呢 它背后有大量的平行运算 那这样的平行运算 非常适合的就是 GPU 了 那以上这些呢 又跟 NVIDIA 汇达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呢 NVIDIA 已经是 GPU 领域最大的产生了 那它又在 AI 这个领域 生根蛮久的时间 所以说啊 最近这波的应用 NVIDIA GPU 经验 H100 在这个资料中心的 AI 运算是十分的重要 也就是现在主流的 Open AI 相关背后像是 ChatGPT 它的基础建设运算的来源就是在资料中心的 GPU 加速卡 那在这麽大量的需求下 那 GPU 就有非常多的出货量 也就是 NVIDIA 会有非常多的出货量 要去支持这些 AI 的发展应用呢 那再加上今年呢 NVIDIA 又公布了自己研发的这个 适合 AI 运算的 CPU 那这些种种的应用 其实就是为什麽 NVIDIA 最近股价 这麽高的 蛮重要的一些原因 至于 NVIDIA 未来股价是否还能这麽高 其实就要看后续 AI 的发展跟应用了 就目前来说呢 最近流行的这个 AI 运用 主要是与语言模型 Language Model 有关 那它呢 可以搭配说智慧装置 语音输入 以及一些搜寻引擎 进而生成一些文字或图像 那这样就是目前的主要的应用 那另外的领域 自动驾驶车 Autopilot 它们这样的技术 接下来未来三到五年 会是各家科技公司以及车厂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像是 Google 的子公司专做无人驾驶车的 Waymo 还有苹果 它本身有在做一些 Car Autopilot 的计划 自动驾驶车 那当然还有就是像 GM 美国的通用汽车 它也有子公司专门做无人驾驶车的 这个 Cruise 这样的公司 当然还有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的 Tesla 它们也有在做这样的无人驾驶技术 最后我们为大家简单整理一下 AI 相关的公司 那像第一个是语言模型 Language Model 那这部分像 Bird Google 的 Bird 那还有 Lama Meta 就是之前 Facebook 的前身 Open AI 跟 Microsoft 合作的一个 partnership 然后再来是 AI 伺服器制造 那伺服器的部分像是有伪创啊 伪影 广达 技嘉 鸿牌 Super Micro 这部分都有做 AI 伺服器的制造 那 AI 晶片的像是 NVIDIA 还有 AMD 甚至现在正在研发 AI 晶片的这个 Intel 那 AI 资料中心的部分像是 AWS Google Microsoft Facebook 这几家公司 当然啦 除了刚刚上述提的这些公司之外 还有蛮多的 AI 相关的公司 那我们这边就不再追溯了 那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往上查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